肯定是首发充iPhone啊 你看看现在全新都降了2000多了 今年 今年就首发充小米 小米试骰 从发布开始呢 我最关心的 倒不是它的影像怎么样 因为从12S到13U 它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也不是它高不高端 而是价格跳水 好家伙 那真的是隔几天就跌出一个新价 特别是看到小黑在开售一周呢 就以便宜1000多的价格入手值 我这个首发拥有悬着的心呢 终于死了 真好啊 当然呢 跳水也不是小米一家的问题 但凡是旗舰手机呢 那都是嗷嗷的降价 相信大家也看了无数个评的视频了 我也是从首发购买后呢 一直用到现在 那这期的视频呢 我会优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毕竟马上就要618了 那也是一年中最好的购机时间 那跳水降价到5000价位的小米14Ultra 它还值得购买吗 首先呢 先说说它的配件 这个摄影手柄啊 套上手机的那一瞬间 不管会不会拍照了 都感觉自己是摄影的老法师 但是呢 这个手柄啊 我是真没卖 根本不是价格的问题 我这个呢 是从朋友那边薅过来的 它的颜值呢 我是真的觉得很漂亮 纯白的手柄套装 跟我白色的十字凹车很大 特别是小米已经把 一直给手机充电的 这个bug呢 给修复了 现在不会出现手柄 动不动就没电 然后就容易断联的情况了 完全是一直可以插在上面 正常使用的 所以它现在是OK的 它买来容易吃灰哦 大家酌情考虑 根本不是价格的问题啊 第二个呢 就是小米的金沙浆 金沙浆 是长江的干流 我说的是那个 小米金沙浆电池啊 这个我是真的很无语 我首发买来的那一个月呢 亮屏使用真的就五个小时左右 还不如比它电池小三分之一的 iPhone 15 Pro续航向 真的就犹如金沙浆一样 花花的流是吧 那三个月后的今天呢 十字凹车的电池续航又好些了 能够亮屏使用七个小时左右 不算拉胯了 但也没有好太多 特别是待机续航 还是老样子 手机放一天不用呢 都能掉10%的电 我说电费怎么总不够用呢 除了硬伤以外呢 小米也是听圈的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它最值得购买的点 也就是当初我为啥首发买它的原因 那就是流量 影像 小米十字凹车的拍照呢 这个应该没有人说不行吧 这一代更多是补齐了上代没有的微距 还有相机那个丑到不能理解的塑料拱起 终于做平了 我都怀疑十字凹车做的那个拱边啊 是不是专门给十字凹车留的升级补丁 相机升级补大 这倒不是十字凹车没挤牙膏 而是十字凹车当时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我自己很喜欢的相机搭配就是十字凹车这种 焦段齐全光圈够大 要不是我华哥那边出了一个深层凹车 那光圈最大的1寸就是十字凹车了 不过它也就小了一丢丢 比别家的旗舰机光圈呢 那还是要大很多的 反映在实际拍照中呢 画质虽说没啥区别 但快门和ISO呢要从容很多 要是看三倍长焦呢 那差距就更大了 F1.8大光圈呢相当的豪横 在晚上拍照的快门速度呢 真是遥遥领先 相比友商的拍户几率呢要低很多 特别是它还是一颗直立长焦 意味着啥呢 它拍出来的微距虚化是自然的圆形光斑 不会有潜望长焦那种丑丑的方形光斑 这样让它很近的对焦距离呢 拍花花草草很出品 希望下代小米呢 别被友商影响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75毫米的大光圈直立长焦 十字凹出了从发布以来呢 我带着它爬过重庆穿过西安 在成都呢也拍了很多照片 今年出门玩 我相机几乎没带过了 手机拍照完全够用 来卡影就的油润感 在拍照日常生活中呢 真的很出品 哪怕是拍一些游客照 也自带一种氛围感 十字凹出这代呢 明显是加强了夜景算法 晚上的成片率很高 对光线很复杂的江景呢 也能够准确还原 就是晚上的锐化和涂抹有点重 要是后面能出一个 关闭锐化的选项就好了 而在录视频这块呢 小米是有点落后友商的 这代虽然支持了全就段4K60 但是杜比视界还是主摄可用 这个前置也支持杜比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什么样的场景下 前置杜比视界比长焦更重要 当然不看录制规格的话 就单纯的拍视频 它的防抖和宽容度呢 是很好的 正常用没有比iPhone差多少 甚至因为传感器大 对焦距离更近 拍特写呢 比iPhone更加有质感 视频这个评测 会有很多影响因素很复杂 我应该会出一期各家旗舰的视频能力对比 到时候给大家详细唠唠它们的区别 相机这块呢 大致就唠完了 这一代的日常体验提升 可能比相机升级感知更明显 先说这个手感吧 没有奇怪的拱起 握着呢感觉要薄一些 并且头重脚轻的问题呢少了很多 整体的重量呢还轻了时刻 手机握着虽然不像小米说的 轻薄的好手感 但也还凑合 毕竟这么多料在那呢 谁也不可能做到多好的手感对吧 老粉都知道我是很开中手机的外放的 十字outro的外放效果呢还是很可以的 好像说跟十字outro用的是一样的喇叭 但是听感提升很明显 会明显的感觉到低音强了很多 乐器层次之间的分离更明显了 我这录制条件有限 没办法给大家录实际的收声 我自己听下来 绝对是今年国产旗舰手机中最好的那一档 但跟iPhone比 那还是有点不少差距的 iPhone的扬声器呢 应该是目前新出的手机里独一份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好好说一下澎湃OS的问题 是的 澎湃OS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 它好不好用的问题 感觉自从MIUR12以后呢 小米的系统不说是好评融潮吧 那也是反映热烈了 大家错调最多的就是系统不撕挖和发热续航的问题 我仔细跟EUR很好的orangeOS对比后发现呢 澎湃OS打开应用动画呢 要慢一半 响应时间呢要略长了一点 并且再回到桌面的时候呢 orangeOS会提前做渐变色处理 过度要更柔和一点 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到小米不如vivoOS这些系统流畅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几毫秒的延迟敏感 甚至动画什么的都不看重 因为我在日常的使用APP中呢 澎湃OS也挺流畅的 卡顿很少 哪有那么差吗 在那种优化极烂的APP里面呢 澎湃OS就更慢了 小米这个系统啊 你让我这个尾米粉咋吹呢 哎还真的有吹点 澎湃OS的系统审美呀 我认为是目前国内做的最好最统一的 所有的系统APP风格高度统一 不花里胡罩 主地商店呢 还要免费高质量的主题可用 自由度极高 并且澎湃OS的字体布局呢 非常的合理 随便打开一个第三方APP 跟友商对比 你就会发现别家的DPI略大 显得画面乱乱的 封面标题呢 小米也会多几个字 小米手机用过了 换到别家的手机后呢 总有种在使用老年级的感觉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个感受 总的来说 小米十字outro用下来呢 我还是能够自适应它的缺点 系统是有问题的 但没有必要过度放大 用着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降价后到现在呢 还是挺香的 我的手机摄影启蒙呢 源自于小米十outro 2500块钱海鲜市场淘的 让我第一次感觉到 手机拍照还能这么拍 小米十二soutro呢 又给了我审美的启蒙 让我知道拍照并不是越亮越好 而是要注重光影和影调 以至于我现在都还在认为 律卡色调呢 就是手机上最好的人文影调 别管微博的质感 还是OPPO的哈苏 我最喜欢的还是小米的律卡 可能是陷入为主吧 小米对我的审美呢 已经有了思想刚硬 好了 这一台的小米牌相机呢 我的观点已经讲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要补充的点呢 欢迎弹幕评论区互动 我会每个都看的哦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一键三连加关注哦 没有关注我的网上攀家窗户 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